宇宙深处发现天堂,科学家没有喜悦之情,只有被监视的担忧。 在我们以往的记忆当中,外星生命一般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,他们的社会形态,以及相貌形状,和我们人类迥然有益,有很多都对人类抱有敌意。 而这一看法,更是经过很多科幻小说,以及科幻电影的渲染,让我们人类都认识到了外星生命,可能不是一个好人。 不过这种想法,可能非常片面,若是外星生命存在,它们或许是人类高不可攀的先进文明,也有可能是,区别于地球生物以外的最简单最基本的氨基酸、蛋白质,甚至外星生命。 还有可能是人类不太了解的神秘细菌,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外星生命。 很多人都认为,外星生命是存在的,这里所说的外星生命,指的是那些高不可攀的先进文明,这些比我们人类更加高级的文明。 对于我们人类而言,其实并不可怕。 当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,拥有绝强的实力时,弱小的文明,它们一般都不会理会,真正让科学家感到棘手的是,那些比我们人类高尚那么一些,已经迈入一级文明的外星生命,它们才是人类最为致命的威胁。 原因很简单,我们人类以及地球,对它们来说,还是有一定价值的。 目前,有些科学家已经承认,它们找到了外星生物,不过因为担忧会引起社会恐慌,到现在都没有真真正正的公开,也不知道是否却有歧视。 不过关于外星生命的事件,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起,像是在半个世纪之前,美国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,十分成功并且幸运地登上了月球。 在当时的登月过程中,发生了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,其中最让宇航员感到差异的是,他们看到了神秘的不明飞行物。 虽然宇航员心理素质十分强大,足够冷静从容,但是在面对如此超自然的现象时,也是明显慌了阵脚。 按照不明飞行物的外观,以及运转模式,人类的猜测都指向一个问题,这是高等为名的宇宙飞船嘛。 因此有的人说,外星生命早在地球的远古时代,就已经来到了地球,不过由于生命形态不同。 地球上的氧气以及液态水,对于他们来说,就是致命的毒药。 所以,他们就放弃了在地球上永久定居的想法。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观察地球,以及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。 每当有人看到UFO时,其实都是外星文明的一次考察活动。 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,人类的科技实力与日剧增,我们也了解到,很多关于UFO的报道,都是不屑实际的以讹传讹,根本就不具备真实性,以及客观性。 但在1993年年末,美国科学家利用哈勃望远镜,观望宇宙深空,意外地发现距离地球3.5亿光年的外太空,有一个极为闪亮的地方。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,这个地方真的是极为亮眼,看上去像是壮丽辉煌的宫殿。 某些天主教信徒,也将这个地方称之为天堂,他们认为,上帝就居住在里面。 这一发现,也算是震惊了世界。 天堂,对于我们人类而言,凡是基善行德者,都可以进入,在人类的神话传说中,这是一处绝妙的洞天伏地。 不过在科学家眼中,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,因为在他们看来,天堂可能存在外星文明,科技也比人类要发达。 当我们人类观测到他们的存在,凭借着发达到科学技术,必然会察觉和反应,有可能他们远在天边,却可以像GPS定位一样,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对于科学家的这种猜测,大家有何看法呢? 你是否认为地球之外有外星生命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